我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出色的厨师,但多年来,她总是尽力用自己有限的烹饪技巧照顾住家人的胃口,总能让我们感到温暖。 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,母亲渐渐开始遭遇健忘的困扰。 她常常忘记一些小事,有时甚至会在烹饪时忘记关火。 这让我非常担心,因为我知道忘记关火可能会引发危险情况。 为了确保母亲的安全,我决定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和科技知识为她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开关。 这个开关名为一家自动关。 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自动关闭如火,确保荒人的安全。 当我第一次把一家自动关安装在母亲的厨房里时,她并不太愿意接受。 然而,在有一次她忘记关火的情况下,这个开关发挥了作用,自动地关闭了炉火,避免了潜在的危险。 母亲惊讶地发现,炉火似乎自己关上了。 她突然明白这是我为了她的安全而设计的特别装置。 她感到非常感激和温暖。 这个小小的开关让她深刻地感受到我对她的爱和关怀。 从那天起,每当母亲开始烹饪,她会心心确保一家自动关已经启用,并心怀感激地投入烹饪。 每次她看着开关自动关闭炉火的画面,她都能感受到我的关爱和关怀。 这让她的内心更加充实和温暖。 这个小小的开关不仅保护了母亲的烹饪安全,也成为我们之间深深连结的象征。